顾客送过来的一台iPhone小7啊 说睡一觉醒来 手机就开不了机了 那咱们先来检测一下啊 家商店看一下啊 家电没有漏电啊 那没漏电呢 咱们来开机看一下啊 开机是可以开机的 但是起跳电流片的啊 200多毫安起跳 哎 这个就很简单了啊 不是手机不开机 那么咱们找到问题的根本 咱们来测一下电池啊 开不了机 那么电池没有电 那么咱们也看了一下待机电流啊 待机电流也是漏电了 那么这个问题 就是通病了iPhone很多手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那么不是所有的 起跳200多就一定是优惹的问题 那么咱们得先进行一波测量啊 看一下他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咱们得先确定故障点 那么问题锁定啊 那么直接拆下油耳进行一个更换 那么咱们拿了一个新的芯片啊 给他装回去 装回芯片啊 芯片装好之后 那么咱们再来上电看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的开机电流就正常了啊 60左右 那么这类问题啊 使用镊子充电器 车充啊 电压不稳都会导致